在現在的醫學的比方用基因這些概念之前 哲學家 歷代的哲學家早就有各種探討 那一般剛才講的愛和恐懼 就是對生命的愛惜都被解釋成本能 就是用本能 就是說這個本能不是因為道德 不是因為教育 不是因為訓練 而是一個他最簡單的講法就Hobst 本能就是兩種 第一種就是繁殖的本能 那繁殖本能所以就有喜歡小的東西 愛 包括憐憫等等 他認為人對自己子女的愛 跟動物對自己小動物的一樣 他認為這個不是教出來的 那這個是本能 就母親肯定可以為了孩子不要自己的生命 對 這肯定是DNA吧 這個其實它是應該是說既有對後代基因的保護 也有就是利他行為一種保護 這個我覺得還是對的 那也有那不管小孩的肯定也有 其實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是在於 其實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他親生的 這件事就更複雜了 就是說即使你自己心理上把他認定救著你的孩子 即使你抱錯了你也會救他 這個時候我就不能用基因去解釋了 這種情況是有的 養母也有為了自己的孩子不要命的 這就是也是有真理他的 還有這個人就是不知道 這個人就是報錯了 但是他就認為是自己的孩子 也有為他不要命的 這些在這麼多的科學證據當中都遇到過 所以我相信它一定是兩種結果的一個綜合的 這樣的一種行為 就還是先天和後天 共同決定的行為 就能不能理解就是說DNA就是人的一種生理性的東西 它的基本運作原則是自立的 您講的這個問題就有點像說 當我晶體管少的時候它都對 把DNA猜到元素猜到這個分子層面上 我們看的頭都是到 但是這個東西一旦到一定程度以上 有了神經系統以後 它突然就誕生出了好多智能和我們解釋不了的東西 這個問題呢 我們其實做腦科學的有一個悲觀派認為 以人的角度研究人腦是永遠研究不明的 是 這等於你不能就這 自己的頭把自己拽起來 哥德爾不完美定理嘛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在一個系統內 永遠實現所有的要素都自洽 你必須有第三隻眼去觀察它 中國過去有個笑話嘛 古代就說這個大力士楚霸王項羽說勁多大 當著他的重將領說你看 我能坐在椅子上把自己給抬起來 這有點像您打的這個比方 這個過程中呢 就是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要素 也是哲學家這麼多年討論的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我們現在從科學上講是很簡單的 現在全世界科學問題看了很多 實際上就三件事 三件事呢 我們把它叫做兩岸一黑三起源 怎麼講 兩岸 岸物質岸能量 這是宇宙當中我們看不見 但它就是存在 岸物質岸能量 因為你能看見的都是物質和能量 但是物質和能量一定有它相反 有正數必然有負數 這兩個東西不相等 這兩個東西不相等 與稱不守恒 那麼 這幾個東西我們還沒有觀測到 因為沒有工具 但是數學上 或者說我們經過模擬演練上 它是存在的 這是兩個大事 然後一黑是黑洞 黑洞背後是什麼 黑洞那個點是不是起點 那個字不念起 念起 很奇怪 起 起點 起點的意思就是在 在那個點上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是崩塌的 奇異點 奇異點 不遵循任何的 至少在宇宙大爆炸之前 有沒有物理定律 這就是第一推動力 或者說這些物理學大師 為什麼好到最後都有了這種宗教性的感覺 這是物理上所追尋的內容 三起源 宇宙起源 生命起源 最後一個最難 意識起源 如果不解決意識起源 其他的問題都沒用 因為你只有知道意識起源 你才可以去理解之前的兩岸一黑兩起源 所有這些東西依賴於意識 都是要有意識 您是這個科學家 我想知道 因為好多科學家就說最後有這個宗教性的情懷 我聽他們的這種感慨 就是說你越研究 發現這個DNA啊 它怎麼可以這麼完美 對 是吧 它怎麼 就比如說人 它怎麼可以這麼完美 或者一個 哪怕是一個昆蟲 甚至有人懷疑說昆蟲的基因 是外星來的 說因為看上去 你把一昆蟲放大了看 真的有點 就是它怎麼可以那麼 那么樣的完美 即使最小的昆蟲 也比行星複雜很多 對啊 行星可預測 昆蟲不可預測 你會不會產生出這種 這是自然形成的嗎 好問題 它可以不是在我們認知的自然內形成 然而我相信 因為這個問題問到根上 比如說有神吧 我們就可以說 神 人很複雜 所以是有神創的人 那神更複雜 誰又創的神 這個問題在 研究達爾文的 到赫曲理人這個過程中呢 還是理查德德基斯寫過一本 《盲眼鐘表教》 盲眼鐘表教 簡單來講 就是說你今天看見的複雜 不是第一天就複雜了 它是經過無數代 不停地修正修正修正 才到了今天複雜的程度 你不能忽略這個過程 尤其是我說的時間 幾十億年 這個過程中是有可能誕生出 這樣美麗的東西的 包括你看歐洲的一個教堂 幾百年做成的教堂 那個東西的複雜程度 也不是說我們可以理解的 至少不是一代人可以理解的 這個問題我還問過那個赫拉利 我就說我就問他為什麼 像牛頓最後是歸一了這個宗教等等 他認為這個根本不是這個問題 不是他研究到那個程度 他認為就是因為他的家庭 就是天主教家庭 他倒反而認為是從小的 或者您說的基因裡面的 就是帶出來的 他那個家庭浓厚的這個宗教氣氛 他最後他年紀大了會歸於那個氣氛 他就不相信 就說真的是 他因為這個東西 他說不可研究 他說我們在談論神 在談論什麼神 是決定大的事情 還是小的事情 是決定了我們的萬物的這個運行 但這個他说 我們只是為 叫未知 叫未知 我們每一次的科學上的 他是回到了不可之論 對 都把它變 把未知變成這個已知 那麼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是漸進的 並不是他一直是這個未知 那麼如果你說小的事情 來決定說 這個女的要不要戴頭巾 男的能不能喝酒 這種小事情 他根本不相信 是神決定的 是人決定的 愛因斯坦實際上 在後期我的資料裡 寫了這樣一句話 說我所信仰的上帝 是那個同萬物秩序當中 規律性所顯示出來的上帝 而不相信那個 於世人的行為有千蕾的上帝 規律性就是上帝 對 他說物理定律就是上帝 就是道嘛 能不能這樣 其實就是規律嘛 道 就是道也就是規律嘛 就是什麼道嘛 他簡單講 我們經常說 廟裡面有個佛像 給佛五塊錢 這本就求佛 保我金榜提名 那邊說保我上市成功 這本說讓我能夠做百萬 我開玩笑 佛又不是開賭場 我是管不了這個事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不要把宗教信 和宗教混到一起去 但是宗教信是一種信仰 信仰這就是個道 只是這個道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歷史背景 有不同的闡述的觀點 但是對於大部分的科學家來講 他信的是有一種規律 即使這個規律也是互斥的 因為科學必須可被真偽 不可被真偽的事情就不是科學 嚴格意義上講 數學就不是科學 因為數學對的就是對的 哦 數學 是純邏輯 是純粹的邏輯 它對的就是對的 我今天說了 在 比如說 就在奧基里德 這個三角形 三個內角 和就是180度 這個東西不可真偽 這不是科學 這是公理 科學一定是在一定條件下適用的 所以現在在科學界 我們特別反對的一種觀點 就是無神論造神 怎麼講 簡單的相信當下的科學 就是無神論造神 對 這也容易把科學神化 把當前的科學神化 他已經忘了 把第一神化 可能就說基因什麼都能幹 我說不可能 基因能幹的事 我說得很清楚 與生俱來 與時俱變 外來侵入 這三個事 我說了算 我基本能看到證據 其他的好的問題 你說這個人為什麼會抑鬱 這真的很複雜 這不是一個基因 簡單的回答的問題 但是有些人就變成了 基因決定論 基因萬能論 或者量子決定論 量子萬能論 AI決定論 AI萬能論 元宇宙決定論 元宇宙萬能論 這都叫無神論 我是身邊就有這樣的砍言 那家伙砍得神的 就說我告訴你 你啊 這一輩子 你活多長時間 什麼時候得什麼病 你甚至說 你會碰見什麼人 对吧 一直到你死的時候 是怎麼死的 全都寫在你的基因裡 所以沒有一個絕對的客觀的 或者說 對他跌破的真理 人家說所有的這個學科 其實都有個人的因素在裡面 如果分一個光譜 個人因素最多的是歷史 最少的是物理 差不多 可以這樣講 因為至少從19世紀下半程以來 科學每過20年知識量就翻一倍 現在這個速度每10年就翻一倍 所以這種科學的複雜性的提升 使得大部分人已經跟不上 科學的複雜並沒有讓大家減少了迷信 反而因為科學的複雜 讓大家更加的持對各種陰謀論 所以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興趣 因為陰謀論簡單的 就是我們反倒有的時候 我們這個外行人提出的一個問題 反正打中了一個關鍵 永遠有這樣一個問題 就是說沒事 這個技術比如說已經10年了 已經20年了 已經30年了 那40年呢 比如說相信科學的人 他就會非常確定 就這個沒有問題 比如說藥品 咱們就說美國FDA 那FDA通過的藥品 那就是可以的藥品 那就是科學就認知到這個了 所以你就可以吃了 但是永遠也有人 就是說那你怎麼知道呢 在呼喚一個絕對 證明絕對安全 在無限遠的將來 甚至說你的基因 現在就用的基因疗法 基因疗法我跟你說 是未來的一個福音 好多遺傳病 罕見的病 包括疫苗 我們MRA就是合成了一段基因 然後打進去 但是它模擬了病毒 讓人類最直接的 吸附的如何去抵禦一種病毒 包括未來的腫瘤治療 基因疗法的前途 是很廣闊的 所以這個就涉及到這個問題了 就是說我們科學家 只能是按照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認知的這個程度 但是科學也說了 我永遠等待政委啊 是 那麼會不會今天 我們在科學方面 比如說在基因方面 我們採取的某種疗法 將來突然發現 就所謂這個黑天鵝 什麼的 沒錯 一百個都沒事 一百個都好使 第一百零一個 出事了 所以我一直問他們 我說這個 有什麼可能的大的危險 政委是不是就等於說 摸到一個邊界了 政委是在於 其實這個 在理論物理上 不是有經常兩個 有意思的段子嗎 其中第一個段子就是說 就所謂的一個 一個神槍手嘛 每個十厘米打一個洞嘛 然後有一個二維的生物 去看這十厘米的洞 他就認為 十厘米就有一個洞 他不得當是一個定律了 你比如說中國古代人啊 就講人啊 你比如诸葛亮 叫運籌帷幄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 後來我想 那不就是愛因斯坦嗎 就是說你認識到了 這個科學的規律啊 哎呦這個這個 愛因斯坦死後 我覺得他在哪也偷笑啊 就是說我說了 這個光從這到這 他會彎曲 多少年之後 證明一點不假 愛因斯坦這樣的人 如果是在古代 那就是天師啊 那就是決勝千里 告你什麼時候日食就日食 告你什麼時候 如果從科学界來講 愛因斯坦真的是一個 僅靠推演 用數學的方法來論證了很多 我們以前沒有辦法去想的事情 愛因斯坦生在1879年 1905年的時候寫 《小愛相對論》 那一年他才26歲 26歲 四篇文章 就把E等於MC的平板給推出來了 他就是一個管專利的 這樣一個小 小事務員 對 專利局的 他最牛的就是寫 引力波嘛 就是預測了引力波的發現 我們真正看到引力波 已經是2016年的事情了 那是因為工具大了 就是你的工具夠了 他所預測的很多的定律 指導人類又往前走了好多步 對 那你說愛因斯坦的DNA跟我們 對對對 我跟他想的一樣的問題 他的大腦不是 那能不能拿來做研究 沒有什麼特別 來改變這個人類的DNA的總庫 對不對 我們先想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 就是您剛才說的愛因斯坦大腦 大家都認為愛因斯坦大腦大 後來死後 他真的被解化了 還小 他還小 對 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特別 所以他的 我們還小呢 比仲常人 我們大概承認的大腦 1400個立方厘米吧 CC 我們一般用好生吧 好生 女性都會小一點 因為頭大頭小 這是個氣質的問題 但沒有說女性笨 男性和女性智商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這得說起來 只是在不同的點 我以為女的比較聰明 這更會說話 你的感覺是誰 我還是 我還是要用這個 這不是政治正確 這是真實證明 男性和女性之間大腦上 在結構上的差異 僅僅是體積上小了11% 那個就跟體型的差別一樣 而且較強壯的男性 比頭較大的男性 比頭較小的男性 也差這麼多 就證明 大腦是沒有性別二態型的 不會因為性別 產生兩種狀態 叫性別二態型 這是一個定論 這不是一個 為了 那麼這個大小 跟它的功能 也沒有什麼關係 沒什麼關係 因為艾斯坦的大腦 也證明小一些 這一點是不是說明 傳統所謂的男性氣質 女性氣質 基本可以認為是 後天社會文化環境 我相信是 比如說很多人 就認為女性 這個數學不好 方向感不好 其實都不是 在女性都能找到 相反的證據 這個更多的是被暗示了 對 是被暗示了 就像星座 這個晚上存不存在呢 其實更多的是被暗示了 就是您在上一集提到一個 我覺得還沒展開說說的 這個真的是未來 必須要考慮的一個倫理問題 就是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定制 定制人類 僅從可能性上 科技的可能性上 全技術的角度來講 我們這麼講 我可以 在今天的技術下 定制任何一個 定制序列的人類 但它的功能我預制不了 就比如說 31個剪輯 你說怎麼排 我可能可以 都合成出來 但這個孩子 能不能按照你的 預期發展成那個樣子 比如說 打籃球超過姚明 比如說臉就像哪個明星 這個事我們做不到 無法設計 無法設計 能不能製成 就比方說它的肝啊 胃啊 根據現有的科學研究 是最理想的 不太大 不太小 去掉一些疾病的可能 腳的大小 身體的這個比例 這些可以做成一個 比較理想的 今天還做不到 但是技術上來講 這個事情 應該說 遲早會有 是有可行性的 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大家今天研究的 比較透徹的是酵母 酵母就是我們釀酒的酵母 蒸饅頭 現在酵母不僅僅能蒸饅頭了 比如說這個 這是番茄 對吧 我們以前一直 剛才還是精子呢 就是番茄了 一直討論這個 番茄紅素 比如說咱們喝紅酒 要白利盧醇 這些以前 要從葡萄 要從番茄裡做 現在不用讓酵母表達 讓酵母直接表達 最典型的一個成功的案例 就是青蒿素 青蒿素 不是從黃蒿裡提出來的 青蒿素 是從酵母裡表達出來的 就是很多必需品 不是從它最早的 養材料裡 不是從生物質來 你要什麼成分 我只要那個成分 就是 因為金是一樣的 我曾經算了一個賬 你把澳門都種上黃蒿 就是產生青蒿素的原料 所能供應的青蒿素 僅僅相當於 就這麼桌子這麼大小 一個發酵罐 養酵母供應的量 是一樣的 生物製造的 酵母現在能表達什麼 表達抗體 表達白蛋白 可以替代我們人類以前 只有現血才能拿到的成分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 那這是比較積極的 純粹的好的 生物工程類層面上講 對一個人類的定制 像您剛才講的 要求這麼做 技術上的確有可行性 但實際上很難做得到 因為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你說的 摁了葫蘆齊了瓢 你不知道調了這個 那個會怎麼變 而且這個試錯成本 就跟轉世輪迴一樣 只有一次機會 對 這個基因的秘密啊 其實就跟咱們現在講 大數據一樣 它要普惠 這個地方 就體現某種人類價值觀 同意 你絕對不能 將來變成說 你有錢 你就可以得到 比較好的基因 或者你就做 對自己可以做一個 比較優化 沒錢的人 那就只能比你越來越蠢 越來越弱 我特別贊同這個觀點 我經常說 不能把精準醫學 變成精英醫學 哎 有錢的人 有錢的人 就可以肆意享受 記錄橫利 換言之 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 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 死亡才使得 讓下一代有機會 替代上一代的生態位 我覺得基因科學啊 就會有可能會改變這個 你這個是一個人為的認識 或者說是目前表面上 大家的一個認可 但是總有人 從自私的基因的原理 來打破這個 我曾經跟很多人 討論過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 是從永生開始的 我支持永生 對 我說我肯定反正永生 這不僅簡單單的是 能不能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在於 人類歸根結底 是以總群的方式延續 而不是以個體的方式延續 這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是在於 如果說第一個人能永生 那麼就有第二個人永生 他兩個之間 會用物理的方式解決對方 互相殺一下就完了嘛 我們剛才討論的永生 都只是基因層面上的永生 不可能說 我把你這個肉體 都消滅乾淨了 你還永生 這是第二句話 第三句話 就是最麻煩的一個事情 意識永生 就是科幻電影裡講了 你的意識可以下載 這是人家最追求的 這個裡邊第二個危險 那霍布斯早就討論過的 人跟人 這個衝突是絕對的 第三個是無數人追求的 特別是偉大的這些哲學 孔子啊 等於亞利斯多德啊 要是現在能複製亞利斯多德的 這個一些思維的觀念 他到現在不過時啊 那有很多人會願意啊 人類的共識會願意啊 那這個將來有什麼方法 能阻止或者說 我最近出台的 這個個人信息保護方法 禁止用算法去做推薦 我覺得就挺好的一步嘛 但我們怎麼能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要消耗那麼多 就你像人類幾千年 積累那麼多智慧 你看看今天實際上 大家好多都忘了 怎麼能保持這種傳遞 怎麼那麼多美腦 是吧 這成本太高了 人類智慧傳遞成本太高 不是有些事啊 我簡直覺得很難相信 但是就是他們覺得可能 比如說馬斯克 他們說已經連了 連了一個什麼動物 豬 猴子 就是豬 好 你看很多時候啊 文科生說的高興 我不知道具體上 怎麼能做到說 將來真有希望做到 有個接口 他能讀取 我腦子裡的記憶和想法 這是可能的嗎 這個做過一些 常規的實驗 知道不是馬斯克做的吧 這個馬斯克做的 更多的是把電線和連接 這個倒不難 本身就是生物電的一個最簡單的行為 但是 你能讀我的腦電波 我相信 我 我的思想怎麼讀啊 它是有 這麼幾個實驗 這是真實做了的 就比如說 我們知道有一些電弦的患者 我要切除一部分腦白痣 嗯 這個過程中要做數中喚醒 就是做手術被你叫起來 那麼最近做的實驗室 在你要做這個區域 放了很多腦電機 插了很多電機 這個電機機片 然後你不要說話 我問你問題 你用腦子想 然後他把你的數據給輸出出來 正確率大概是60%到70%之間 輸入速度大概是100到150個字 英語 英語 就是 講的是英語 但然後以後他就找到規律 知道你的腦子怎麼應 實際上某種程度上 也就是說 我們至少是可以把它的語言 如果你想說的話 比如霍金耀這個技術 那是蠻好的 他就可以大量的輸出了 比如說我們學外語的經常說 你習慣用英語思維 那您這意思就是說 腦子的思維是用 假如是用語言思維的話 至少語言中數的這一部分的信號 在一個有10億人級別使用的語言 上百億的數據訓練級的條件下 可能被證據識別出來 他就能翻譯成英語 我說的這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阿利 這是發了科學文章的 這事已經做到了 所以你想想這個未來 就是所謂他們說的 因為一直有這麼一個科幻 這是科幻世界裡的 要是真的那太可怕了 就是像義軍剛才說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人會死 一個人你像愛因斯坦那麼聪明 就死了也就死了 只能說他的思想永生存 但是假如說 將來要是有一天 有人提出這種假說吧 能夠下載你的真的這個大腦的思想 就所謂在這個意義上的不死 數據化不死 那麼就意味著呢 同樣是愛因斯坦的一個大腦 他會繼續想下去 再給他100年的時間 再讓他整天上網 什麼都看看 對吧 那他這個東西積累下來 這個大腦他會 他會發現宇宙的終極真理 都說不準 劉慈欣就寫過一個這個小說 他是 這是兩個問題啊 第一個問題是 你說這公司已經有了 在加州 就是說 一組程序 不斷的聊 設計無數的問題 來問一歲幹啥 二歲幹啥 視頻什麼都有 將來 你五代以後的孫子 想見窦老師 打個電話 反正我們的很多長輩 不都是活在你通訊錄裏嗎 好久都沒見了 打個電話 根據你的聲音 根據你的記錄 可以跟他聊天了 這個公司在美國 已經有開始去成立了 這是一部分 所以當時大家很擔心 產生另外一組黑客 我天天刪的數據就行了 一直把窦老師刪成老年痴呆 就是你得給我錢 要不我被你爺爺的爺爺的數據刪掉 這是一個 你剛才說的 意識上云的這個過程 這是一個 第二問題呢 就如你所說的 如果說 那個大腦本身 真的 我剛才講這個範圍 還是在計算的範圍 還沒到算計 真的到算計了 這是不是人類解決 重機問題的一個方式 換言之 我們可以思考 貝索斯在去 在上太空的時候 他講過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我第一次聽他這麼講 地球能供養的人類是有限的 且不說這句話對不對 它的基本點 但是太陽系 是可以支持我們有一萬億人的 如果有一萬億人 我就能有一千個安因斯坦 就可能會是人類這個物種 向深太空去行走 這就是說這種 美國的這種冒險家的精神 也是代表了 我們智人在遷徙過程中 我們當年智人能夠從非洲 假如從非洲走 能走到北美 能走到南美去 這也是這種拓張的精神 這兩件事情 其實是同等重要的 其實對人性這個物種來講 他是從這個角度 來從概率的角度思考 我們還是會出愛因斯坦 就像愛因斯坦的事情 還是有牛頓 還是有加利略 還是有亞里士多德 希克波拉底 毕達哥拉斯 這是一樣的 包括我們的柱子百家 您剛剛說愛是 還不能從基因角度解釋 還有什麼是不能從基因角度解釋 情感的問題到今天為止 幾乎都不能用純基因解釋 那能用激素 激素能看見的可能是一種結果 但激素的這種調控 也極其的精準 舉個例子 比如說這個 很多其實做神經生活學員的人 都明白一個事實 就人正常死亡的條件下 不是橫死 正常死亡的條件下 其實它在臨死前 大腦會自己把細胞 大腦的細胞 會把你從生理狀態 轉成了病理狀態 釋放大量的四胺酸 五腔四胺 多巴胺 內肥胎 或者類似的物質 什麼意思 讓你覺得很舒服 嗯嗯 讓你自己麻醉過去 對 所以我很多人說有冰死體驗 實際上享受的就是這個過程 有點像我們在高山 比如說爬了珠峰下來以後 出現的短暫的缺氧所引起的致患 啊 這也是你的大腦為了幫你不痛苦 在危機的時候 是吧 死亡是一種程序 死亡是一種程序 它是寫在基因裡的 細胞凋亡和人體